西藏是很多人暑假旅行的首显 今天准码就给大家分享一些高原旅行攻略 这些攻略是于刚从西藏流回来的老司机写的 第一,进藏途中条件艰苦,医疗条件极差 而且很长路段都没有城镇甚至乡村 所以要自备药物 高原气候多变,容易感冒腹泻 所以感冒药和肠炎药必需带 第二,高原反应,一定要重视 目前市面上抗高原反应的产品有很多 本人十多次进藏,用过好几个品牌的产品 对比下来,效果最好的是养健能,效果很强大 第三,任何季节去都应该戴上羽绒服或者一件厚衣服 海拔越高,风越大,气温越低 西藏有的地方需要办理边防证 比如竹风大本营,莫托阿里等地 建议在户口所在派出所处理比较方便 也可以到拉萨找旅行社代办 第四,晚上睡觉,开窗透气,尽量喝热水 不要去练运动,不要感冒 第五,自驾进藏,头三天建议选择海拔较低的地方休息 避开高海拔,宁可慢点,也得让身体多适应 比如串藏线建议第一天住宿康定 第二天住宿雅江,第三天八堂 这样避开了新都桥和礼堂休息 多点时间在路上玩 第六,带小孩进藏呢 尤其要多注意观察孩子的身体情况 感觉不对劲,赶紧往海拔地的地方撤退并就医 大意不得,要多休息 退烧贴,退烧药,温度机必备 第七,近藏的路弯多,拖抖,路窄 注意安全,慢点再慢点 近藏路上基本上每天都会发生交通事故 特别是青藏线上 第八,虽然有各种潜在危险存在 但也不要过分害怕 只要做好了预防和准备 就放心地去玩,开心才是一道理 祝大家一路顺风 江西德勒,我是卓马 我们是坐香港,澳门,台湾 以及海外华侨同胞到西藏旅游的旅行社 如果你想到西藏来旅游的话 欢迎联系卓马 我的微信号是418992 我的邮箱是卓马1991 atgmail.com 谢谢大家